好 现在三级警戒持续当中 有不少民众上市场来买菜 干脆一次买好一个礼拜的分量 减少出门的频率 但像是叶菜类不能久放的话 要怎么样才能吃得新鲜 我们透过镜头让市场的摊商 还有营养师们来告诉你 市场里主妇们精挑细血 为了防疫一个礼拜分量 一次买好买满减少出门 但怎么样才能吃得新鲜 也让婆妈伤透脑筋 先把叶菜类东西先吃 然后再来制瓜果类 然后再来吃根青类的东西 一般我们的菜应该 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 比较耐久耐放的根青类 有像是十字花科的花椰菜 高丽菜 大白菜 还有红萝卜 白萝卜 还有洋葱 四季豆 尽管根青类耐久放 但还是有极限 像是发芽马铃薯 可就千万不要吃下肚 马铃薯它发芽的话 会产生一种生物性的茄碱 那茄碱是没有办法经过 高温杀菌的 所以如果当马铃薯发芽的时候 是千万就不能再过 再做食用 苹果里面有一个 它会挥发一种植物性的荷尔蒙 叫做乙烯 那它可以延缓像这种根青类 马铃薯啊 地瓜 这种它发芽的时间 放颗苹果延缓氧化 防疫宅在家 也能吃到新鲜美味 不过民众采买时 最后还是买刚好就好 避免造成浪费 原来是台北台中 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